好,接着我们要来示范如何新增一个备份任务 那我们这次要示范的是 要把我们的资料夹里面的 这个MyForce里面的资料 那备份到同样是西朝的这个备份的资料夹底下 那我们怎么来做这个最简单的 从资料夹备份到资料夹的工作呢 首先我们开启这个Coping Backup的软件 那这边会有一个建立新工作 点下去之后就可以给他一个工作的名称 比如说我们一开始要建立的是示范是完整备份 好,那底下备份类型这边就是预设值的完整备份 那稍后我们还是会介绍差异跟增量的不同 那第一个设定完名称之后 也选定了备份类型之后 我们就可以选择第二个档案 那他会有上面的来源和底下的目的地 那这个新增的地方 他都可以选择档案目录FTP或手动 那通常我们会选择就是目录或FTP 那来源的部分通常我们会选择目录 表示是我们自己这台电脑的 那我们选择一下,比如说是这个MyTools的资料夹 那他这边就会显示 你哪些资料是要准备要做备份的 那备份到哪里去呢? 一般我们会选目录或FTP 因为如果说是要备份到别台电脑的话 我们通常会选FTP 那这里我们先示范是目录 那一样我们会选择备份的目录的地方 所以这就表示你要从西朝的MyTools这个资料夹 备份到西朝的备份这个资料夹 那接着我们会用排程 排程的部分我们通常会有每周的星期几要备份 然后会设定时间,比如说是午餐的时候 你要哪个时候要备份都可以设定 那也可以通常比较常设的是每周和定时 比如说几分钟备份一次那时候 从几点开始备份到几点 那我们这里先设定是每周好了 那动态设定一般来讲 他会问你说如果你是选择不一样的备份类别的话 这边会有不一样的可以设定的地方 比如说你选择完整备份那这边就只会有完整备份的分数 这边可以做设定 如果你选择的是0的话 他就是会全部都备份 不会有说留几个档案 那我们现在先示范留两个档案好了 意思是我只要保留完整备份两份 那工存的话 我们这边一般的话会选择ZIP压缩 那我的建议是会选择 4.7GB的大小 那加密模式就看你要不要选择 如果要选择的话就选择256的 打一下密码 那如果不选择的话就不用 那国律条件 这里暂时先不去做说明 他是可以做一些必要档案的新增后排除 那通常我们会用排除法 那这边先不设 那事件的部分就是备份前你要做什么事情 那备份后要做什么事情 我们也是暂时不做 那还有进阶的话建议是 除了预设的清除存档属性跟名称中 包含备份的类型之外 建议把空目录给删除掉 空目录就是里面是没有档案的 那从目录我们就把它删除掉 那如果说你有特定要给什么 使用的账号密码去使用的话 就记得这个就要打购 那一半是不用 好那确定 这样我们就完整的建立出了一份完整备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因为刚才我们设定的 动态设定这边是保留2分 那我们直接来看一下状态 首先我们这边是有一些档案的 那我们看一下备份完之后 他会长的什么样子 选择这个执行以选取的工作 他就会开始做备份 那确定 所以你会看到他这边就会有 显示他的备份的资料夹的名称 应该是说 对资料夹的名称 那会有时间的标记 表示他是几月几号几点几分 备份的 那他备份类型是完整备份 那我们再做一次 所以他以为新的就会继续增加 那我们继续再做一次 好那你会发现这边有 42分01秒 32秒跟48秒地方 那请各位再注意 如果你再多做一次的话 最前面这份会被删掉 因为你这边设定的是 两次 好所以我们再看一下 那实际上他会留三分 呃01分 我们再做一次 01分跟48 01秒跟48秒 看起来他是 这份他是都没有动 然后是会动到这两分 所以他除了第一次是做完整备份 所以请各位特别注意一下 他会留两分的话 这两分会去动 所以这就是完整备份 所以请各位特别注意一下